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是否时时意识到天主与你同在 让今天六月二十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主爱充满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格林多人后书第八章 第一至九节 弟兄们 如今我们愿意告诉你们 天主在马其顿各教会所施予的恩惠 就是他们在患难平凡的试探中 所充满的喜乐 和他们极度的贫困 所涌出的丰厚慷慨 我可以作证 他们是尽了力量 甚至超过了力量 自动的捐赎 再三恳求我们 准他们分享供应圣徒的恩惠 他们所做的 不但如我们所盼望的 而且按照天主的旨意 把自己先奉献给主 也献给了我们 因此我们请求 他既然开始了这慈善的事 也在你们中予以完成 就如你们在一切事上 在信德 语言 知识和各种热情上 并在我们所交于你们的爱情上 超群出众 这样也要在这慈善事上 超群出众 我说这话并不是出命 而是借别人的热情 来试验你们爱情的真诚 因为你们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赐 他本是富有的 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 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 而成为富有的 感谢天主的圣言 天主在马其顿各教会 所施予的恩惠 就是他们在患难频繁的事弹中 所充满的喜乐 和他们极度的贫困 所涌出的丰厚慷慨 患难频繁 极度贫困 我们必知唯恐不及 怎么会是恩惠 一生顺遂能得到平安 衣食无缺能得到幸福 这是我们世俗的观点 但生活的冲击与考验 无法预知 变故的来临也无法选择 一旦发生 平安与幸福就变得无比的脆弱 然而天主所施予的恩惠 是将他自己赐给我们 即便遇到冲击 考验 变故 天主始终与我们同在 他会陪伴我们度过这个过程 赐给我们应对的智慧和力量 带给我们灵性生命的成长 因此即便在患难中有痛也有苦 但是因着对主的信赖 仍然充满希望 即便在贫困中有所匮乏 但是因着主的爱 仍然感到满足 甚至在不足中 仍然能慷慨地与更需要的人分享 这是心灵的富足 当你的生命遇到困境时 你习惯看到的是不幸 还是后面天主要给你的恩宠 你专注的是你缺乏的部分 还是你已经握在手中的资源 圣保路宗徒告诉我们 基督本是富有的 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 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 而成为富有的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连身上仅存的衣服都被瓜分了 他是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 可是却成为最富有的 因为他的心 完全地被天父的爱充满 天主早已经给了我们 满满的爱与恩宠 你愿意每天有意识地 在祈祷中被他的爱充满吗 那么不论在顺遂或低谷中 都能感受到有主同在的满足 平安与喜乐 请品尝圣言 他本是富有的 为了你却成了贫困的 好使你因他的贫困 而成富有的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在平日小小的挫折考验 或匮乏感中锻炼 意识到主的临在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神 求你启发我的信德 在祈祷中被天父的爱充满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 都能感受被天主的爱充满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